屏幕破了 贴个膜 贴膜呢 我在整理手机 上面都放着手机的 我说今天没膜 要过两三天会有 那么他呢 站在这里呢 看到我一大堆手机 他站在这里不走了 不然呢 过了一会儿呢 他说好 那我过两天来吧 就这样走了 等我手机摆好之后呢 就缺一台手机了 梁师傅说 少了一部华为手机 价值2800多 店里装了监控 梁师傅调出监控一看 果不其然 拿走手机的 就是那个来贴膜的顾客 梁师傅去派出所报了警 当天下午五点半 男子冯某来派出所求助 说自己的两部手机 在公交车上丢了 希望民警能帮忙找找 前台辅警帮忙调出了 公交车站沿线的监控 就在这时 张警官和同事出警回来了 刚好是接到一起报案 是有手机店的这个手机失窃了 并且这个监控方面条件 也比较优秀 可以看到这协议人的画面 那么一桌特征的话 跟当时张门报案这个人 是非常吻合的 张警官试探性地 对男子进行了询问 那么我上去就问了一下 你早上有没有来过 这个黄湖街上 手机店里面有没有进去过 那么经过我们这一询问以后 马上就说 那我手机不要了 我先走了 语气马上就变了 对 非常反常 万万没想到 来派出所求助的冯某 就是手机到契案的嫌疑人 冯某马上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但对于冯某这样的举动 民警也觉得不可思议 冯某交代 当天中午他准备坐公交车 去找朋友继续喝酒 没想到因为早上喝的有点多 就把自己的手机 和偷来的手机 落在了公交车上 直到傍晚 冯某的酒都还没醒 压根就忘了偷手机的事 大摇大摆地走进派出所 让民警帮忙找手机 最后被民警一眼识破 手机盗窃案就这么破了 民警也找回了 遗失在公交车上的两部手机 我也不讲不到的 派出打电话给我说 让我去看一下 他说这个嫌疑人在他们那里了 速度很快 确实很快 很神速 中午10点左右 我去的是他那里去报案的 到下午就给我说 手机追回来了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